与我国东北一江之阁的朝鲜半岛 自古以来就与华夏中原政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又是怎么来的 要说朝鲜文明的由来 那得追溯到三千多年前 根据史记 宋威子释迦汉书 帝李治等正史的记载 当时正值西周灭商时期 商朝大臣 咒王的叔叔姬子 眼见大势已去 他不愿亲历国破家王的凄惨 更不愿在周五王治下为臣 便率领商朝故旧五千余人东迁 远离中原 几经辗转最终在朝鲜落了脚 当时正值商 周知记 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 新石器时代中期 姬子入朝鲜后 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 他与当地的原住民相处融洽 以礼意教化人民 又交给耕之技术 受殷商文明的影响 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 当地人感激姬子的恩德 便推举他为国君 史称姬子朝鲜 后来周天子封姬子于朝鲜 只是承认一种既成事失败了 姬子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它的建立被视为东北及朝鲜半岛地区历史之开端 而姬子去的这个朝鲜并非后来的李氏朝鲜 这个称呼可能只是当时部落或者小国的名字 古代史官用其名称代指地理上的区域而已 姬子朝鲜定都在大同江流域金平壤一带 江域范围大致在朝鲜半岛的北部 姬子朝鲜自公元前1120年建国 历经千年 转至公元前1904年时的哀亡基准 国家被燕国人未满所灭 未满建立卫世朝鲜 而基准则渡海逃至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 自立为韩王 之后灭绝 马韩人又自立为陈王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 姬子朝鲜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史是不争的事实 而姬子和他的殷商族人们 为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传播 发展所作的贡献 也早已深深烙印在历史的长卷中 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洗涤 依旧清晰可见